Hello 大家好 都很久沒有和大家做直播 今次Toy F1 我們就找來這一盒 Masso 1比12 Batman Ascending Kidnaids 這個版本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應該是歷史上第一隻蝙蝠盒 講到第一隻蝙蝠盒有多卡細 給大家看一看 電腦上馬上顯示 這個就是當年蝙蝠盒的樣子 而另一個資料就是這一本 這個更厲害 1939年當時出現的Batman Comic 蝙蝠盒就是這個樣子 事不宜遲 立刻開箱給大家看 究竟那個年代的蝙蝠盒 跟我們現在接觸開的蝙蝠盒 有什麼不同呢 變成玩具的時候又會是怎樣呢 好了 立刻開箱 其實這個系列我第一次接觸 拆出來的時候 有一個簡單的 Welcome Note 這個蝙蝠盒 我們看一看 整隻蝙蝠盒 都看上去挺有份量的 只是蝙蝠飛鏢 你都可以看得到 1 2 3 4 5 5對 即有10隻 再看一看 後面的話 會看到 頭雕、槍、配備 都頗多的 但第一點 一定要 拿出來給大家看一看 就是這一套 人偶 其實一直以來 12寸的人偶 要做好 難度高 特別蝙蝠盒 有一件蝙蝠 如果蝙蝠是布 又跟膠有什麼不同呢 我們這次可以先看一看 好 整件蝙蝠應該都是其中一個重點 我都拆上上面的膠 給大家看一看 特別是腰部 好 當時這件蝙蝠還是黑色的 好 先拆開它 好 都頗難拆的 我都黏得很緊 好 溫柔得來帶點暴力 好 脫掉了 好 好像幫它脫掉 好 先看蝙蝠的樣子 先看蝙蝠的樣子 整個身體 整體 整體來說 看上去 質感都不錯 不過可能 因為它黑色的關係 有點黏 大家也未必看得這麼清晰 看上去 第一件事 當然是放一個漂亮的姿勢給大家 先看一看 其實這件袍是可以遮蓋整個前半身的 那這個做法呢 過去呢 都有其他廠牌嘗試做 但是效果呢 就比較流浪 我們看得到 要散開 都做到散開那種感覺 OK 其次就是到它的可動了 做蝙蝠盒 我想其中一個難度高 就是它連著一體的布料這些位置 你要做到它真的做到屈曲這些效果 其實是有難度的 但是這次你可以看到 嘩 都蠻厲害的 可以做到衝力射球的 要做Ironman 指定動作 爆地應該不難的 而這次它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的斗篷 接法 是方便你玩 可以在後面搭上 不會影響它的外觀 亦可以在前面 做到遮蓋前面的前身的感覺 這是比較好 那我看到它的可動蠻好 但是用久了 玩久了 都會有一點擔心 會不會 爆一爆皮 因為這些應該都是 摸下去 像是一些很薄的 仿皮來的 特別是腰部的位置 你扭它的時候可以看到 可動性來說 嘩!可以舉到這麼高也可以 屈下來沒問題 反而前後有少少 嘩!也不錯 絕對可以做健身這樣做也可以 好!這邊 就做這一邊的 效果給你看 嘩!其實可動性是很高的 不過你每次玩的時候 都要順回衣服的衣服 否則有時候你強行做姿勢 你扭了衣服 就會變成肩膀的衣服 可能呢 就做得不太好看了 我都頗喜歡 中間蝙蝠的Logo 作為蝙蝠俠的粉絲 這隻第一代的蝙蝠俠 當然不能沒有 但更加要留意 就是它的蝙蝠俠 後面呢 其實就有一個扣的 對了 那這個扣呢 當然要扣上它的蝙蝠窗 那這個時候呢 我都給大家 看看它的配件系列 好 配件方面呢 都頗多的 不單止呢 有個 台座 有個Stand 那這邊呢 還有一些 索套 是不是呢 可能要看看說明書才知道 這個 最特別的呢 就是它是有這個 袋子 讓你裝好配件 那你呢 就可以寫清楚 個名字 欸!Batman 對了 這樣就不怕亂了 而另一邊箱 大家早前都很讚 就是狼人的頭 那這次做Bruce Wayne的頭又如何呢 馬上換給大家看 好 換頭呢 你看得到一下子 趴下去就是了 So far so good 我覺得 整體來說都不錯的啦 Hi Matthew 大家可以看看 整體來說 整體來說都算是這樣的啦 看完後面 對啦 因為都包到上頸的 剛才說的那件袍有什麼厲害的地方呢 就是它這幾個摺痕 Hi Pansory 這幾個摺痕呢 就令到蝙蝠俠的那件袍 是可以很好地這樣 放在後面 又或者呢 蓋回到前面的 對啦 這樣蓋回到前面 對啦 這樣呢 就有少少得古拉伯爵感覺啦 你看我不到 你看我不到 嗨 嗨 小熊 不是啦 小維喔 讀了你的名字 Sorry 還沒說完配件 繼續 給其他配件 大家看一看 可能擺過一點 大家會容易看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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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可能這樣 大家可以看 好 配件有五隻手 而最重要呢 就是有這一個 對啦 蝙蝠形狀的一個 發射器 那有一個掛鉤 射上去天花板的 或者大廈的外層 那有兩個這些 然後還有就是窗啦 嘩 太小了 可能我這樣給大家看 看看大家看不看得到 OK 那窗那方面呢 其實最正呢 就是一個 未發射的鉤 那然後呢 你可以插上去 插上去呢 那你就可以做到發射的效果 轉多一點的鏡頭 不好意思啊 隔了一段時間 沒有做Live 技巧生疏了 OK 好了 給大家看得到 這支槍呢 然後這個位置 拆它出來 那就可以 入替了 成為這個了 那就可以被Bagman拿著 這支槍呢 手很有趣啊 零零丁丁丁 只有五隻手 那變成呢 其實五隻手 包括什麼呢 拳頭啦 那另外呢 就有一個 拿著 武器 的武器手 還有一個 動作姿勢 這樣的手 來的 OK 那現在呢 就把這支槍呢 加上去 這支槍呢 一定要先拆掉這支釘 不然呢 你放上去的時候 你很容易會被它 拔斷了 通常去到1比12這個尺寸 放武器的時候 是很小心 不然呢 太力了 那就支持了 好 那我換了 Bagman的頭 加上這個 就做到 蝙蝠盒 發射 那個動作了 OK 剛才說 拿武器 另一隻手 是拿什麼呢 就是拿這些 蝙蝠的 飛鏢 拿蝙蝠飛鏢 其實難度都高 因為 以往的蝙蝠飛鏢 如果1比12的尺寸 都很大 我看看 可不可以拿另一個 飛鏢給大家看一看 先看 咦 忘記了放在哪 不過不要緊 我就有另一個對比 那 大家如果有玩開Bagman的話 都知道 這個就是另一個廠牌 你會發現 它們放在一起的時候 肩膀是高 他們真的差不多 一個頭 真的高 他們差不多 一個頭 比例來說 都是 挺大的 我亦都拿了另一個 就是 SHF Size SHF Size 就是這樣 它都是高它少少 我們前後看 你就會發現 基本上 這個就高半個頭 左右 高半個頭 左右 是不是很浪漫呢 這個樣子 好 在這個時候 真的嘗試 用蝙蝠飛鏢 好 玩樂 這個感覺 其實是挺好扭的 但是大家就要小心扭 因為如果不是 不覺不覺 就會 很容易把武器 因為武器是頗脆弱的 拳頭拿了 好 拿一個飛鏢出來 飛鏢 飛鏢 我想它做這麼多 好處都是 擔心你會 不見了 還有它是用膠紙黏著的好處 就是 你可以黏它出來 哇 這些真的微距看 不知道看不看得到 飛鏢 真的幼細到 放在這裡 大家就應該容易看 多幼細 差點掉了 好 蝙蝠飛鏢 就是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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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換上手 去吧 拆了手 就把 這個 渣飛鏢的手 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 OK 然後就把 一顆這麼幼的飛鏢 放下去 哇 這個真的要小心 很容易會掉 會不見 好 就把 篇幅呢 放好這個姿勢 好 其實這個感覺 都蠻好扭的 你一路玩的時候 剛才都說了 蝙蝠飛鏢的其中一個 救病 就是它的袍子 會很左頂 但是這次 當你的摺痕 你發現可以這樣的時候 哇 你要放這些姿勢 沒問題 就是 最後就是 怎樣扣到 它的腰帶 原來還有第三個武器 我先拿開 第三個武器 大家看一下 就是一個 槍型 弓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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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可以直接扣到 腰後面 咦 不是啊 這個是 手握的 扣腰是 槍 直接扣到腰 對 就是這樣 給大家看一下 把槍放進去 就是這樣 下次呢 如果做 Batman的直播 都可能要找個另一個背景 讓大家不要看得那麼辛苦 因為黑色撞黑色 其實都挺難看的 而這條Bel 最重要的是什麼 可以拆出來的 拆出來就應該大家比較容易看 OK 好 你看到 它就扣了 在上面 嘩 反而我覺得這個Batman 除了不用腰帶 是挺帥的 沒有白色的 讓我變它出來 好 那我一次過告訴大家 看見 最後 拿來 扣了 夠了 那 這條線是有什麼用的呢 這條線呢 有沒有意外呢 就可以 我都不知道它有什麼用 它又沒有算明書 看這個盒子有沒有 看這個盒子有沒有 這個盒子都沒有說明書 那究竟有什麼用呢 這幾條線呢 是一個迷來的 難道是入電 蹲著它 因為我估計 初頭估計就是 可以插住 它的腰Bel 然後將Pin Flop 升上去 因為看它的距離 距離 都相似 可以這樣勾住 對啦 是剛剛好的 但是它的頂 就沒有 這些位置可以扣住 好 好 這個呢 看看有沒有觀眾 醒目 知道究竟是什麼 可以告訴我 我真的不知道究竟 是怎麼用 沒有說明書 是一個弊病 不要緊 最後 給大家看回蝙蝠盒的帥子樣子 扣上Bel 一定會覺得更漂亮 否則感覺好像沒有穿衣服 還沒有穿好衣服 而Bel 很簡單 就是這樣 對啦 就是這樣 扣上去 那現在呢 那現在呢 再加上蝙蝠盒條腰上面 那 就等它沒有那麼寡 好 一零 一扣 搞定 再一次為你介紹 這一隻呢 就是蝙蝠盒 A Seeding Kid Eye 是漫畫片上面 第一隻Batman 好啦 今次直播到這裡 下次再跟大家玩吧 拜拜